喜欢萌马象牙的朋友都知道,萌马象牙表皮会有好多不同的颜色,那么这些颜色是怎么形成的呢? 萌马象牙表层上带有颜色的纹路称为牙皮,它是在几千甚至上万年的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天然保护层,这也是现代象牙所不具备的特色。 萌马象牙大多埋葬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冻土层中,该地区拥有丰富的铁、铜、个等矿物资源。 在漫长的埋葬和外部环境影响作用下,萌马象牙受到铁铜磷酸盐浸染而形成不同皮色,当铜元素角多时呈现蓝色或绿色皮,当铁元素角多时呈现红色或橘色皮,各元素角多时呈现黑色。 所以,萌马象牙的皮色是由其埋葬位置的矿物质元素多少所决定的。 小伙伴们,你们知道了吗?